接下来这一则新闻要带您进一步思考 台湾的民主自由环境是否也受到了中共的左右与影响 旅美雕塑家陈维明来台湾宣扬送民主女神像给中国运动 不过陈维明表示入境台湾时 台湾对他再三询问 接待人员也请他不要开记者会 理由竟然是以免影响选情 这让陈维明感到诧异 怀疑有中共力量的介入 高达64米的巨型民主女神像 安置在反共堡垒台湾金门 遥望中国大陆人民 这是旅美雕塑家陈维明筹组中的计划 但想要在大选时期来台宣传却受到压力 他说你来搞这个新闻发布会不可以 我们不能让你入境 那我就说中国大陆还有像很多歌星影星 都在这边搞新闻发布会 我说现在民主女神像现在台湾的价值观念 我们人类普世价值观念怎么就不行了呢 在台湾海关建议下 陈维明填资料时把新闻发布改为新闻参访 才得以入境 不过本来负责接待他的参访团工作人员 却要陈维明放弃记者会 否则就排除他的参访资格 他们考虑到中共的压力 可能会有的压力 所以采取这种比较低调啊 这种对我有一些顾虑的这个手段 如果没有中共的压力呢 我认为他们会像过去一样 一个会欢迎我的 两岸互动频频 陈维明说 如果台湾金门真的能将民主女神像树立 有望为陆克创造一个新景点 写下历史记录 在厦门有一个正成功效 正成功效它代表什么 它手拿宝剑 它是努力政府台湾 那么作为民主自由的发源地 这个样板的一个土地 它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的 高居民主的火炬 其实海外民主人士的最终希望 是把64米的民主女神像 安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上 届时整个建筑高度就会达到89米 6489都代表着中国百姓的民主希望 新浩人雅电视 副东提侦 台湾天报道